蓝光是最容易套路 卡扎丁没 卡扎丁真的没 就是要变卡扎 那其实卡扎丁在下一个版本 虽然有所削弱 他还是很强 我觉得他削过以后 都还是一只很贪用 非常值得一手 可以用 没有这一版这么强 没有这一版 这一版是扯 下一版削了以后 你会看到 如果有需要 这一版是妖怪 对 还是会是 他真的是一个 前中后期兼顾的一个妖怪 就一路抢 你看他的对线 就是雪雪这一盘的对线 包括昨天姿态的对线 处理都是 就你要用得好 包括他这个盾的这个利用 用得好 真的很难换血换输的 而且以前的卡扎丁 最后版的卡扎丁 前期是非常虚弱 而且超级怕推线 就是他非常非常怕推线 但这一版的卡扎丁 他这个版本 在塔下减兵 毫无问题 磨量也不会有任何的战略 因为是W的改变 另外一个 他这个Q的那个护盾 能回这么多 没错 就是很厉害 那个盾直接让他 他从那种初期对线 可能会比较乏力 然后到现在面对一些AP英雄 已经毫无压力了 毫无压力 好 没关系 还是我们真的超级纠结卡扎丁了 卡扎丁这一把被ban掉 不理他了 然后呢 摩根娜 索拉卡 以及瑞兹 刚才还是把瑞兹给ban 还是有点受不了 瑞兹是最适合OMG体系 就是以上单为核心的这种 对我特别喜欢瑞兹龙女这种 刚才那个大哥也是 苦撑很久 发育起来以后 确实有些伤害 有用的 确实有伤害 刚刚那一盘OMG是一个抗 哎 哦 雪雪直接秒选了 在这个ban角 没有ban掉星德拉 我觉得雪雪 雪雪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如果第一盘赢了的话 第二盘他会选一个特别跳 或者说 对 如果说第二盘 能够前进打一些优势的话 雪雪第二盘肯定会拿下 但是如果这盘输的话 第三盘雪雪 他心态就会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一个 选手的一个特点 就蛮有趣的 可能心理建设上面 要再做更好一点 当然 当然在这边拿下 我这一盘放的蛮多的 像锤石老鼠都已经 是放出来 大哥这边又拿到了 螳螂上单 这个螳螂上单 在前段时间 就是前几天 我看大师赛的时候 南京四尔的上单 SAVE是有用的 他是出提亚马特 然后打一个换路 然后去 他因为他上单的话 提亚马特 他可以弥补 他带线的一个队 然后再加上 他等级起得特别的快 很早到十一级 可以做一个团战的收割 其实还蛮有用的 蛮有趣的一个 就看能不能敞出来 就是他害怕对线 对线如果对到一些 线上特别强 没法打的 没法打 但是如果你是带线 他没有什么问题 就觉得提亚马特 带线特别的快 刚才W一度用 那个结下了我一跳 不过他最后没有锁 就是卢西安加女毯 跟上一场 一模一样的配置 下路AD辅助 卢西安女毯 然后轮到 OMG OMG 这把终于要拿到老鼠了 终于要拿到老鼠了 散了老鼠了 我觉得散了 这时候老鼠拿到的话 我觉得 我忘记 他们可能性际各方面 会感觉比较踏实一点 倒不是说 挺不错 倒不是说 这个英雄到底有多强 但是其实你可能踏实一点 你拿到自己一个 最擅长 最热的一个英雄 还正常 还正常 而且他很适合 比方说 刺杀辛德拉之类的任务 他是做得到的 不过说这边拿到 潘森在家 如果草莓拿到龙女的话 那这番 其实老鼠的输入环境 其实算是蛮差的 因为OMG这个阵容 没有前排 他们全是这种 控制或者说 收割的这种角色 但是 WG这个阵容 就相对来说 要完善 最后这个位置 可是最后剩中单 中单你补不出 可能会发调 我觉得 这个阵容 必须要补控制了 必须要补控制了 没有控制的话 老鼠不可能输出的 怎么样 哇 炸弹 这还是没有方法 基本上是没有团控 就是说老鼠这一盘 他的输出空间会 就 这一盘控制 基本就靠蜘蛛和垂石了 对 这个叫做 自己找输出空间 全身都是武器 然后没有穿盔甲 就是脱光了 拿把大剑出去砍 其实老鼠和炸弹 他们两个蛮像的 都希望队友是什么 黄子 女坦 这种把人 框到一起 然后这两个就 我就炸死 但是这一盘就两个同时出现 然后没有这么一个人 就感觉OMG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明星赛那一把 你记得 应该西洋炸弹人 对对对 就是可能OMG他们有 他们觉得西洋的炸弹人特别的稳 应该说这样子的阵型呢 如果顺风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现在有优势了 我一路炸翻你 也就是把你轰过去 那没有问题 不过一旦是平局 一旦是平局逆风 哇这个能量 很容易被龙准 非常有害分 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 不过话也就说回来 换句话说 OMG显示了一个 他这一把要打出顺风的决心 那就看到你能不能够做出来 因为这个阵容不容易发挥 发挥起来是可以的 不容易发挥 就是我很 我现在有点担心 就是OMG这个阵容 他们就第一波的伤害 谁来去打 就是可能他们每个人 都有很长的伤害 但是第一波谁来打 就没有一个团控配合一个AOE的话 第一波的伤害没有打出来 包括螳螂 包括这边的老鼠炸弹 都很难做手工 蓝方WE 红方OMG 这个BO3的第二场 Let's go W1跟OMG的BO3第二盘 目前W1比0领先拿下这一盘 就可以得到2014职业联赛 春季赛事的季军 哇 要到这边勉勉强强强买了一个眼 也算是可以 也算是可以 还够用了 不一定会遭遇到上一场 这么惨的一个开局 但是买一个眼还是比较好 蜘蛛这边自己是带了一个针眼 这个很专业 这两个眼非常的关键 其实我觉得W1最大限度地利用了 这个版本的视频眼镜 还没有调成30秒的一个 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下个版本没有这么好打 下个版本一开始30秒就可以查视频 没有办法做到像刚刚那么暴力 但其实辅助我感觉就是说 他们这种全眼 或者说不出工资装的这种出门装 可能会越来越流行 其实现在大家强对 对于一级的分路的判断 都很依赖眼睛的 我们全部聚集在中部右侧 这W1应该看起来有点镜红的味道 但W1也镜 就这种镜红的话 就是辅助和ADC跟着打野去走 就是这个绝对不会丢buff W1很小心 你看到W1进去只放了一根眼就出来了 是的 不偷 而且放那儿 偷有风险 而且你看潘森和日女是带了两个扫描透镜出来的 这又是套路啊 这两个骑手扫描透镜 想要延续刚刚的那把的游走 就他们想的他们想的想法其实跟上一盘是一样的 就还是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情 眼睛一放好了 这个打野去潘森一样有非常强的控制力跟杀伤力 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站的地方其实有眼 可能的位置 我觉得可能会知道 因为欧米G这边人数还是有优势的 这个红buff不会丢 就是说他们打起来的话欧米G有四个人 W这边得撤了 感觉再不撤的话要出事儿了 潘森被控住了 哎呦 发欧道秒杀 一起马上落入了欧米G手中 对欧米G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开局 所以垂时出门这个眼就立了大功了 因为对 我就说刚才W不知道自己从头到尾 踏在一根眼上被看得一清热出 这个是真的 很要命 这个眼真的是 就上一盘就没出这个眼 对吧 这盘就出了这个眼 就上我真的不一样 完全印证了刚才米德 所以就不晓得 开达 真的 勾上来 对 碰到死 欧米这边做得很很聪明啊 他们在下边给卢西安看到我四个人在下边 然后再迂回到上面 然后没有进那个草丛 直接忙勾一些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细节 因为你在看到红BOB走进去就肯定在那个地方 对 波又子这里起手杀掉了人之后呢 拿自己红以后 拿掉了W方向的蓝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来说的话 就是大家 对大家一人拿两个就是你还是给了肉一丝的生机啊 是的 没有你没有事实上除了手杀一血之外呢 你没有拿到别的东西 对 现在王姐想清楚了 对 打野和 这个节奏跟上边的W的节奏有点像 现在这种其实是主流啊 一定不能 不能小看这种 这种打法 跟照镜子 我现在进红了没有问题 这样就可以空到三个BUB开 就三个人进红的话 有一点点危险 W有 从后面包 W有五个人啊 微笑交过来 这波王姐不敢打 王姐不敢打 很硬 很硬 听到了 哇硬晕 上去以后 结果是把毛丢给Alan 给几个炸弹 排一下位置 不过这个阵型对于OMG来说还不错 他们虽然只有四个人 但是没有损失 人 并没有阵亡人 对 还可以 而且血量还可以 换句话说 蜘蛛还可以回来拼拼看 拼拼看陈戒 绝对不是上去拼命 但是拼一把陈戒可以试试看 哇 两 两边打得好些点一几 一个红BUFF 要五个人的 对 这个就是 W做的应对也非常的好 五个人来保 你到底要不要 然后龙女直接传送上线 如果天天这样打 红BUFF都以为几次大了 这样老鼠已经三级了 而龙女只有一级 龙女这样上线会蛮痛苦 会被点得很惨 我大哥也是被点 完全压制大哥 我经验都不太想吃 他看到微笑就皱眉 上来 被你点这一把也被你点 两盘都是鲁西安 对都是你 好 R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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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后大人被晕了 然后被闪现晕 慢了一点 这个要死了 给Q 黏到了 他现在也是考虑让头啊 但是没有让头 对 若其实拿一个人头也无所谓 他毕竟潘森嘛 潘森可以 对 来到上路 显然草莓根本就不在这 他待在塔下是蛮危险的 就是西洋这波 哇 出门还没有带眼 他其实可以带一下眼了 其实两盘西洋来讲的话 他中路没有不特别好的视野 如果再不放眼的话 感觉下一波还是很有危险 大哥没得指到 可是这样子女坦上来 有要硬敲的味道 只不过两边其实二级三级 对上三级 也不是特别有优势 现在逃狼其实可以去打架的大幽灵 逃狼打的大幽灵还算蛮快的 还可以 但他三级没有打野中要打很久 而且血量损失蛮重 但说真的 他待在现场没用就是了 这真的没用 他一直拼都拿不着 所以干脆去打一下 是没用 西洋这边 他真的对中路的视野很自信 但是我们看了好多次的比赛 他在中路这个视野上面吃了挺多次的 来草莓 哇 若这边好坏啊 你看那边潘森 抓大哥在打大幽灵 直接把大哥的闪现逼出来了 这个很很漂亮 就有点难过 对大哥来说 这完全是弱自己的一个判断 因为他看到蚕蚂没有了 你肯定是在打野 哦 这个位置草莓是有放野 对 但是柚子在卡视野 这波草莓 柚子这个也很聪明了 但如果先走过去就先被看到 卡视野不走 但是草莓危机意识 他一直在一个很安全的距离 走了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这一波的OMG的计划进攻就没什么 两边现在就不像上台了 这一盘两边在前期都处理得非常的小心 反而是 W1现在对于野区的入侵是好激烈的 刚刚你看看 刚刚你看看 刚刚又加上柯南 哇 在转头打小龙 就是说我觉得 柯南两个现在 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宿舍里面睡一个铺啊 你们两个 这 这显然 很有默契 对 不是 就是 就草莓跟 不是 那个 微笑跟你怎么了 吗 就微笑跟柯南怎么了 然后如果游戏 趁虚而入 对 趁虚而入 但是你还是到我的怀里 但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偏向于 辅助要跟打野待在一起了 而且这两个位置的特性越来越像了 越来越像 大哥这边在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W1这两场都选了两个强控制的辅助加打野 但是我们要注意OMG这个阵容 他们其实在线上如果打成这样的话 他们其实中期打他蛮难的 不好 对 螳螂 炸弹人 老鼠都特别需要装备等级 对 W1可能在中期的控龙来讲 会比OMG显得有优势一些 OMG要控龙的难度极高 而且在中期的 我觉得大概在15分到20分那个时候 视野需求太大 就是我们来对比一下每个点 就是龙鲁 辛德拉 以及卢西安 就明显要比OMG这三个点 在中期小龙团有用一些 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 我觉得OMG的视野需求量太大 因为他一定要突袭 就是在所有 还没到55团之前 他一定要抓人 一定要抓人 不能打55 绝对不能打55 那你想要抓人的话呢 那你就要把W1的视野排掉 然后你自己的视野比W1大才有可能 对 OMG这边也是两个扫描 这一盘两边真的是一个视野战 对 现在进行到下路 看看 微笑肯定是被拉不到的 当然是拉不到 太灵活了 OMG可能会把这个塔强势拿到 但是已经没龙了 所以这波赚的音许不大 如果 W1也可以拿中的 对 反而 但炸弹人上来 炸弹人上来 难搞 不太可能 哇 直接塞大绝 这个很没道理啊 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主要打小兵 太痛了 他随便一个大招 对 必定清兵 对 必定 老鼠上来 想跟微笑逼过 但微笑肯定开了一个大招 有点危险 微笑不敢打 大哥是在旁边 你定计一看四级 对 刚刚才升了五 微笑说 啊 看错了 他原本以为大哥会跳进来 砍他一刀头 早知道就对上去了 蜻蜓点水跳出去 大哥四级 蜻蜓点水 抱歉 没有大招 也可以点 勉强 没有 那点一下走出去要闪现 对 雪雪是空到了自己的篮 西洋这边应该也马上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 现在两边就 现在就拼中期的一个团战 包括视野的争夺了 但是阵容来讲的话 W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所以 还是视野 现在OMG的视野很OK OMG在下面野区的视野 做得很漂亮 我觉得现在微笑有点难受啊 现在 他面对 对面这个 他被越弹 对 吃不到刀啊 这个补刀有点被拉开了 感觉 虽然柯南是吧 现在跟 做睡一个扑 但是也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老袋有 没有 就OMG有 有看出来 如果你柯南一直不在线上的话 我就可以压包 对 这点OMG的临场的处理也很好 就线上而言的话 下路这边 小散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而其他两条路的话 来说也是不太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两边的等级吧 等级来讲的话 OMG好像有优势 因为 W这边频繁的是游走支援 导致几条线等级都不是特别的高 对 这是游走的弱点 我又有看出来 那W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上一盘用游走的方式 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这一盘游到这个地方呢 已经不要再游了 这不能再游了 再游要崩盘了 不过视野轻了一轮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下半部的视野 对 OMG被轻空了一点 你看OMG还是很触动大哥这一步 他们永远是保证上路的这一个视野 上路视野绝对不能 下路无所谓 这一局卡兹克是发育是很关键的 他如果发育不起来收割不了的话 因为卡兹克这种收割型的角色特配炸弹人 就炸弹人一波大伤害炸出去以后 然后炸弹人就跑了 就是他也不管 然后全部都交给螳螂 对 螳螂就全部交给你 大哥上啊 在后面大喊 大哥上啊 大哥谢谢啊 就这样就好了 就是 大哥的发育很重要 所以OMG这里看起来很注重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 W这边的潘森 潘森也是有六起 所以下路来讲 OMG可能不太打 不太敢打得特别的凶 不过铝彩没大招 铝彩四起 估计 两边不过都是投尸到五 现在对于微笑来说 稍微一点难受 因为他奥巴尔 看上路 上路应该不太敢打 不太 哇硬上了 伤害相当大草莓 感觉扛不住啊 这个再被追他就要交大 可能互换一个大招 最多就互换 对 追不下 因为龙女交大之后 螳螂就是 而且唐鲁星带了一个传送 唐鲁星也没有 让他太清楚了 来看看这波潘森 有机会吗 这个线来讲 是够的 你看小三 小三跑了 对 小三 蜘蛛跑 蜘蛛也在后面 这波还真的不好 因为炸弹人 待会儿也可以支援一个大招 所以现在来讲 OMG虽然在上路 取得这些优势 但是感觉蜘蛛不会去上 因为他要时刻的注意 潘森这个位置 会不会跳我的下路 老鼠这一路 这波OMG游得不错 就是在下路一推到塔 立刻两个人真的是 手刀逃跑 然后逃走 两个人手刀绕开之后 还稍微看了一下 W的红 但是没有红 然后看了一下龙 没有龙 两个都没有 比较可惜在这个点 因为W的龙控制相当好 这几盘 从昨天到今天 龙控都空了 就控龙都空了 非常棒 现在两边打野 基本上不会离开下路 都有想法 有的想杀人 有的想反蹲 有的想拿龙 有的想抢龙 芝芝从上面绕过来 但是这里被视野看到了 潘森这里 如果像芝人 会不会演变成一个反蹲 昨天Raw的反蹲 在寡妇那把反蹲蹲得很好 在卖 微笑完全是在卖 然后勾了一下之后 OMG也觉得说 你这个一定是在卖 对 这个卖也卖得太明显 就演技不好 比较浮夸一点 不过现在这个3v3 打起来还真不好说 就老鼠现在 抓着视野 看到了 可以看到 有点紧张 会不会 两边的打野 所以就算了 这一波就算了 放开了 对了 这个 我们的直播房间 右上角的蓝色订阅按钮 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你订阅以后 有比赛会立刻收到通知 对吧 今天不一样 今天订阅呢 在今天结束的时候 会抽出一个价值5400元的罗技电竞打礼包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你还没订阅 5400 有点大 有点大 现场也有抽罗技打礼包 所以不要在现场观众 不要羡慕说 我没得订阅 今天现场还是会抽 两边上单 两边上单 听起来了 团团这边开大了 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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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一半 一半 有点 有点打不过 团团太厉害了 团团有个闪现 团团单挑 差点被烫死 但是这边 艾伦直接被秒了 柚子掉起来 还没有死 困难能被老鼠换架吗 没有机会 上路 先拿到人头 再遇到 团团这一枪 很准 再一枪 这一下闪现交的及时 小伞逃过死亡命运 不过已经牺牲了 两个队友了 上路 上路那波拼得非常的激烈 刚才 团团感觉有机会 闪现Q子 可是他在追他 被烫死 真的差一点被烫死 那个火真的太痛了 不过WG波赚了很多 他们杀了人 还能拿龙 第二条小龙了 这条小龙依旧给W1 控下来 W1是有一点优势 上路的地方没有拼出 结果大哥这里没有得到击杀 对大哥来说很可惜 不过相对的 场面也是逃过一劫 来看一下下路 到一番同事 Allo是直接先被秒掉的 如果这边是先手 这个3P3还是 大招还算好 不过蜘蛛这里 是有点难以承受 三个人 我觉得我一定要这一枪点 这枪下来的一瞬间 交闪 但已经点出去了 所以交闪没有用 当场爆 当场小闪如果不闪的话 可能会被迟到 W这三个人 他们的爆发 他有点弃 好不好 对 就这两个 这两个 其实都是爆发蛮强 谁先动手 可能谁会有优势 对 没错 我也是这样觉得 那伤害上来讲的话 因为女毯带来的伤害 稍微还是比垂时高一些 垂时经过削弱多次 之后伤害已经不行了 所以女毯带来的伤害 还是大一点 对 他们都有足够的能力 去直接秒杀 都有 可能让你的反蹲 其实刚刚应该还是先手问题 对 可能让你的反蹲 变得没有效果 没错 没错 就你反蹲一定要 时间要够及时 如果你等两秒才来 人已经死 我蜘蛛在这边看一下 能不能 想控红 我们没有控到 刷暗地 W刚才在拼这边 他们这个也有机会 这个透镜给的很极致 哇 学学 已经在念回程了 那这样的话 够小心 反正塔利克 是摆在那边 哇 没指教小伞 这个睁眼睁眼马上要 要出距离了 不过小伞这边选择强打 哇 直接被烫死了 这个红muff立功了 不过炸弹的那个大招 有机会 有 辅助和AD的一个互换 W还是略赚一些 对 无论如何 把AD的头砍下来 一定是有赚 那么 这个 至少炸弹人没大招 你看炸弹人基本就是 刷 不太对签 就是我就刷 对 我就刷到 反正打不过新的啦 打新的啦 对不起 没办法 就是只能刷 我觉得炸弹人 还占一点点好处 就是他作战距离强 哇 这个被看到 哎 下路微笑 又是单杀了 Alan Alan怎么会 这是一个单杀 这是一个单杀 Alan怎么会在 没人的状况下 被微笑打到 哎呀哎呀 这个伤害相当大 但蜘蛛跳不过来 太远了 可能上来一个直 打个感觉要撤了 这边有眼 草莓很清楚 蜘蛛在哪 这波刚才不知道 微笑是怎么做到的 直接是把锤石给单杀掉 天下配方 应该是大招吧 配合 哦 雪亮本身不是很好 雪亮本身 应该是大招 很差呀 大招闪现 点Q 没有问题 去杀掉 这样的话 W已经有一些的小理性 这有机会打到柯南 有没有 有没有 哎 没有出手 旁边就有星德拉 不敢打 这很正常 还要反打 不过这个阵型 对于炸弹人来说 很好输出 所以柯南也得撤了 没错 那个地形够狭窄 炸弹人一个地雷阵卡住 而且这个西洋 他的炸弹人 他丢技能蛮准的 对 他炸弹用的太多了 平常打路人 也特别喜欢用 不我觉得 现在W的优势 是小小优势的 就是W有优势 那带ONG 如果一波抱团 打得漂亮 还有机会 对 现在 龙的视野争夺 Alan Alan在蹲 那上面有蜘蛛 老鼠太远了 我觉得 这一波可以打 可以打 这现在可以了 过危险 两边的上单 投掷传统 但是螳螂的位置 可能更好一些 要卖了 如果这边必须要被卖 只好卖 不过 没有了 龙也是直接取笑了传送 没错 这个就是论传送位置的优越 这个传送位置太好了 直接传送到别人的腹地 然后中塔有机会推一波 因为炸弹人在逼到塔 这边哥哥哥 水水 水水 炸弹人就在了 大回来 很大的失误 这边龙女瑶被卖了 这个失误非常的严重 这边一波卖二的话呢 当场 ONG的优势就起来 对 等于说三个头 加一个塔 这一波掉的很大 买一送二 炸弹人 这个英雄 不用按嘲讽键 他的动作都很嘲讽 跳跳的 而且跟长毛长得好像 这个才是你要说的吧 太多人说这样了 我已经习惯了 一定要把这个 真的有人说吗 台湾也有人说 然后大陆也有人说 大家都这么说 好 那 接下来往下面打的话 欧文区这样确立的 一个起手的优势 是有机会的 他是有机会 就我们前面说 这个阵容没有前排 但是他们度过了 这段艰难的时期以后 就会 就有点起色了 没错 这两波其实 这个螳螂也收获了 一些人头和助攻 螳螂的装备 是非常的重要 他待会轻语 然后再加一个防御装备的话 就有点难以被阻挡 我觉得赵战人还没 还没去买东西 一直在杀 杀了身上三千多块钱 不过这个阵型 看看 小龙还有一分钟 都在做小龙叔的视野 还会再上 Alan的当吗 再上一次当吗 前面那边是有视野 哇 那个应该有点了 点了天赋点吧 这么远也看得到 来一个要绕过来 这边要排一下 对 现在对达比里来说 比较好的是 龙女可以上楼 把这塔就推了 这个小龙还有50秒 炸弹人丢了个大过去 对 而且这 龙女好气啊 哇 这炸弹人真的不讲道理啊 西洋完全呈现一种 这大招 无所谓 刷冰 232刀 西洋这团的炸弹人 已经是刷到极限了 超级 才19分钟 帽子 帽子加大胜杯 这装备碾压了 就无关乎阵容了 他远超过 一分钟十个刀的 的标准 对 很扯 不过草莓上 这个传统是取消 所以他回的很快 他这波可能推完塔 可以参团 没错 这个对于W来说 还不错 还可以 嗯 但是 团战证明 这有助啊 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抓掉 走一下 但是你进了一个大招 上面蜘蛛过来了 抓掉之后 看看柚子这边 老鼠直接开大 强心的点雪雪 柯纳还想往前逼 但是要注意螳螂的位置 螳螂从后面超过来了 但是老鼠 老鼠还没有被秒 蜘蛛拿到了双伤 这一波 W1打得有点不小心 大哥这边还有闪现 再配合大招 再上来 往前再打 技能刷新 这边要不要追上去 大哥应该可以 没有问题 手条 哇 是近乎团灭 草莓没有得选啊 只能推上了他 我就这一波 W1刚才那个地方 我觉得 女坦交那个大招 就他没办法 他觉得 我不能 我想审个大招 但是我要审的话 这个垂师可能要跑 可是垂师跑 总比你大招 交一个垂师好 他就当时很纠结 你后面 你看到很明显 后面这个小伞 从头到尾 你没抓下 对 这一波 老鼠输出非常的高 几乎 几乎是和配合 蜘蛛把这个 新的拉给秒掉了 这个前面这个勾 这个开都是没有问题 对 本来说林耀 其实这一波 蛮拖大的 这个大招 我很有意见 我真的很有意见 然后这里是小伞 小伞立功了 对 小伞立功 而且其实这一波 W可能他们指挥是想往后撤 你看微笑一直没过来 其实他是闪现上来想秒小伞 他没秒掉 真的就差那么一 对 就你全队交了一百万个招式 然后通通要去打小伞打不下来 打了一个近乎团面 这一波下来是弹狼到达关键的十一级 没错 这个一来一回 弹倒 一来一回太大了 太大了 OMG现在很有优势 现在就无关乎阵容了 5000块钱的优势就跟阵容没关系 就前面有讲了 就是OMG的阵型来说的话 只要他是一个顺风状态 对 那他非常轻松的开 然后我输出远大于你 然后我炸弹人随便乱炸老鼠随便轰两下 大哥就进去收头了 这种顺风局真的就没办法 这炸弹人什么东西啊 就随便丢垃圾感觉就把人炸死了 总算打到了一个OMG满意的状态 就是现在对OMG的阵容来说 很好发挥的一个状态 那W要抗这个压不太容易 相对的不太容易 尤其刚才那波太小 对 刚才那波太小 等于你可以看到就是 螳螂然后蜘蛛 全部都处于一个经济不错的状态 然后收到很多头 然后炸弹人都不靠收头 他刷兵就刷到经济机好 而且老鼠的装备上了 老鼠的装备不用点死你 他开大招 然后加速的道具开一开 然后射你一轮之后 全部都剩下交给大哥 今天OMG这两个人射 就是射成太远了 他技能释放你 这炸弹人就跟机器猫一样 随便丢一些道具出来 而且很痛 雄性气的鼻 真的 感觉炸弹人总是摸一些东西出来 就感觉很没道理 他这个CD又短 然后摸出来东西就那么厉害 就感觉史诗级的道具 这个位置 这个转角 拐角 视野两边视野都不够 黄军军前方的视野好些 现在WE还是想 还是得利用雪雪这个爆发 能不能秒掉一个人 他们现在追人也不好追 你在秒哪一个人你都很看到 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射程上来讲不是特别的有 只有辛德拉的QE 射程这个东西在后期来讲太武器了 就是为什么炸弹人和老鼠或者大嘴这种英雄病 还有他们射程这个东西 就是后期最值钱的一个属性 对 所以WE现在就可能只能利用弱这个潘森 能不能跳到一个好大能配合 这一场呢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大能配合 他虽然有四个人头 但是中期的话还需要他实施的发挥 位置上面来说 微笑有点危险 连闪现都假了 哇 刚才那一波原来是推上了高地 对 那个塔没了 所以微笑得交闪现 要有塔的话可能他还省一下 中路右侧 有可能被突袭 有眼 柚子扫眼 排掉 来 再吹了一下 就打不死 这是大招居然吓住了 这是蜘蛛 不要冲到 这可能这边被拉到了 但是看一下炸弹人的位置 炸弹人的卷成 哇 炸弹人扎到了四个人 大哥直接进场 但是被秒杀了 这一波很关键 草莓过来位置很不错 但是要注意下达宾后排的一个血量 小散这边进场找不到人输出了 草莓不能深追了 不能深追 看看微笑能不能偷掉一个 偷不掉 大哥 大哥刚刚刚那个进场 这个其实是炸弹人这个大招 把他骗了 大哥一看 我炸到四个人 我上去收钩了 我四连收头 哇 要称霸全场了 结果跳进去第一个头收不下了 梦醒了 对 其实达宾刚刚那一波打的也是很不错 他们卖掉了女坦 然后再往后拉一下 然后大招其实留给 勾勾引这个塔郎是蛮不错的 这样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刚才受不掉 因为没有一个是孤立 对于唐拉来说没有一个有增加伤害 所以他刚才那一刀砍下去以后 怎么只掉一半血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而且下个版本唐拉这个孤立 判定就更加的可可 没错没错 会增加到500码的一个局 没错没错 要500码都没人 那刚才那个地方那么窄 大概就是一两百码 都没有办法有鼓励 那500码就离了有点远 就是演到星达拉这个位置长车 差不多 现在有点远 刚才那个位置 就是稍微有点误判了 刚才那个点的话应该是 如果说 如果说刚刚炸弹人有办法再补上一个Q 或者是其他的伤害的话 那大哥就可以按照梦想完成一个四杀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刚才西昂的位置稍微有点远 他之前一个大招再往过赶 但是大哥没有等他过来就上 还能起跳 起飞 这是一个机会吗 西昂 西昂没晕到 这个晕好 直接大招给他秒杂 还没死 干锅吗 哇 这个太关键了 西昂反身在打 大招配合 蜘蛛的伤害 打掉了弱 而微笑这边想强行坏掉小坛 没有机会 又被杀掉 草莓反身的一个扑大 但是女坛应该要被卖了 一波零换三之后 草莓可能要被杀掉 草莓杀完之后 打大龙多么愉快惬意 龙女打完打大龙 没有问题完成 击杀 几乎是一个团灭者 雪雪成功托出 雪雪看来是不可能 来阻扰这个大龙了 小伞往中路 隐形上去 雪雪有警觉 有警觉 刚才只是一个治疗 还没有干锅 没有干锅都杀不掉 有干锅就更难了 这个好玩一声 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圣物之 还是叫山月之龙 眼看着这么多技能砸到他身上 应该是要走了 但是他就是那么顽强地活下来 还打了那么多输出 忍不住 喝了一声踩 说这个连段好 然后就完了 这边注意一下 他的血量怎么回上来 一口治疗是没得跑 后面的话 应该是垂石给了一个山月之龙 看 这个盾 这个垂石一个灯笼 再加一个道具 直接是把反身一个大招丢得很准 这个太关键了 微笑这边被捆住了 被捆住肯定跑不掉 对 然后连草莓都被击到 小伞在这里是 直接跳上来 直接在一跳 收走了草莓 这里还直接拿到了大龙 稍微走 稍微 在这个点上面 其实这一波太惨了 对 这一波就 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机会 而且士气毁灭你知道吗 对 我们都已经接到完美 然后三个控制技能 一路通通砸在细阳的脸上 结果细阳没死 然后我们死光了 就他们现在就已经有点疑问了 就是说到底能不能秒 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W其实在他们最强势那一波 就是下落那一波 其实是他们阵容的一个强势 但是没有利用好 到现在为止的话 装备被拉开以后 就就没有关键 哎呀 再尝试一次 很漂亮 有没有办法 这次艾伦跟不到 这次有龙仙的大招 对 这次艾伦没有办法跟上来塞那个盾 这样的话 可能反推两塔有机会吗 这一下可是 可是 感觉有点困难 推到推到二塔 推不上高地 对 反推两塔还可以 稍微搬回来一些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现在只能一点一点的找了 我边左边没看的 视野不过 对 现在推两塔之后 柯南还可以做一波视野 看看眼时有没有足够多的演义 因为现在W的视野 有点做不开了 赶紧要把视野再布得更广一些 可是 现在不快走 被逮下来的机会是有的 哦 这不是ONG最喜欢的招式 对 这波看看 有没有机会逮到一个关键的人 这方面没有ONG最喜欢做的事情 老鼠 看老鼠位置 老鼠不过来 想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身没办法 那得得撤了 再不撤的话 这个塔又守 又守不了了 我觉得主要视野不够 正好就绕开了这一波 对 真的 就从这上面下面绕开 然后中间的人 什么都没有等到 不愧是ONG最 就是这么想 ONG最对规矩 自己人是不走那条路的 这样 就一个很好的习惯 死亡陷阱 有点可怕 没有视野绝对不走 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比较擅长 这一波 哎哎哎 这边逮到了柯南 柯南要被骂了 而且前面的 Alan在死追 狗狗英椒闪上去硬砍 潘森血量有点点危险 但是成功的靠着中二塔 还在的关系 成功退后 潘森还好 没死啊 可以强身的守一下 但是也很困难 不容易 对 真实的干锅有了 这样的话 配合两个保密加 可以说是剑军回血的道具 而且下路没有高地塔呀 没有高地塔呀 ONG来了 W1 有没有办法 虽然说 1 晕2 学学 没有办法 上 被闪现绑 自己闪现躲过 你看老手这些 开大就 新的拉都够不到他 就已经被射退了 对对对 这个 渐渐可以看到 万一这个 超远程射程 带来的一些优势 河南这边 哇 差一点 因为插眼丧命 突然出现老鼠的怪叫 真的 这时候听到他的声音 特别不及 对 他这个 他改版之后的声音 就是一直都很差 会比较有 他的英雄性格 对 那主要是 主要是我们从 旁观视角的时候 会发出声音的英雄 其实不是很多 就不是很多 你不太会听到 女坛的声音 除非要放大招 就是那个音效 他们不太会讲话 但是老鼠很长 老鼠会讲给 实际喳喳 观察队 他那招很长 现在其实两边 AP的装备都一样 看两边装备 差距在哪 可能上单 差的蛮多了 包括辅助 下路 主要还是 两边 互相可以 造成一波很大的伤害 但是后续收割的速度 OMG大概是 W的四倍以上 其实APC的装备 差距也很大 对 这场 微笑没有什么发展 老鼠现在有了 一层之后 这个大招的伤害是 有点不好承受的 老鼠现在还没有大招 哎呀 跟他又丢大招 还好 又的这个绑没绑住 不过炸弹的大招直接炸到了 我一下没血了 把柯南拿出来 柯南直接被秒 那这一路的话肯定有危险 大哥先跳走再说 往前直打OMG 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 草莓被留了下来 叫大招跳出去 再被拖回来 逃不回温泉 在这边倒下 嗯 小暖是直接开大招闪现吧 去拿着 卫生出来想 重新带走一下 带到带到 对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无力回天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OMG拆掉了第二座塔 微笑 稍微被留了一下 哎 没有杀到 但是主宝已经没有血了 OMG再打个两下 再努力一点 就结束了 再多下一个微笑 再结束比赛 刷一下KD 结束了这场比赛 OMG